我妈再婚了,我的继父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善人,没过多久,我妈就病死了,以后的日子里,我和继父相依为命,好景不长,我也出了一场世故瘫痪了,继父总是偏爱我,却不想招来了继妹的报复,最终,我死在了回乡的路上,临死前,我才明白继妹为什么会这样做。 重生的那一刻,正是妈妈再婚的第二天,我看着房子里喜庆的喜字,觉得甚是刺眼,家里全是乱哄哄的,昨天遗留下来的狼藉只有妈妈一个人在收拾。 我看看紧闭的房门和忙碌的妈妈,冷笑一声,冲进卫生间用脸盆接了一盆水,直接推门进了继父的房间。 继父正在房间里呼呼大睡,暖和的被子盖着,温热的暖风将冬天的寒冷驱赶。 他明显还没醒,我端着手里的一盆水,直接从他头上浇了下去。 啊!一声尖叫,继父直接从床上蹦了起来,顶着湿漉漉的头发,刺骨的冷水顺着脸滴在床铺上。 暖风早已经被我调成了冷风,现在他的感觉估计和在北方吹刀子差不多。 怎么回事?妈妈着急忙慌进来问,继父原本扭曲的表情也切换成了无奈的笑。 没事,婷婷也不是故意的,我就是故意的。 稚嫩的声线中带着哽咽,在目光对上妈妈苍老的脸时,我哇一声哭了出来。 声音大的根本遮不住,妈妈手足无措将我抱在怀里安慰着。 刘梅,你听我解释,我什么也没干。 婷婷突然来我房间泼了我一连水,不信你问她。 我根本不搭理她,躲在妈妈的怀里,一直哭一直哭,连声音都没有小,仿佛自己受到了天大的委屈。 半个小时后,我才安静下来,在妈妈的温声细语中说出来自己的原因。 叔叔明明说要对你好的,可是早上就只有你在打扫卫生,我看见你都腰疼了。 声音一抽一抽的,引得年纪小的季妹直往我这边看。 叔叔说话不算数,我生气,就泼了她一盆水。 季妇听了这话,只能憨笑,连忙缓解尴尬。 刘梅,这是你姑娘心疼你呢?你真是好命啊。 婷婷放心,今天是叔叔喝多了,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妈受委屈。 叔叔的人品可是有保证的,不信你问你妈妈。 我靠着妈妈的肩膀,将继父的话一句句听在耳朵里,心中没有丝毫的动容。 你的人品,在上辈子我可是深有体会。 既然我回来了,我就一定会改变我们的命运。 至于继父,我一定会让你声名远扬的。 我和妈妈在这个镇子上已经生活一周,不管去到那里,都会说我妈有福气,嫁给了冯正也就是继父。 冯正是镇子上远近闻名的大善人,自助贫困学生,帮助孤寡老人, 帮邻居做农活,名声好的不能再好了。 可惜就是命不好,投一个老婆娶回来没多久就傻了,还不等傻病治好,又跌下池塘腻死了,留下一个不会说话的闺女。 现在又娶了我妈,镇上人都替冯正感到高兴。 刘梅,跟着冯正你就等着享福吧,又能挣钱长得也好,就是你这女儿太让人操心了。 说话的大娘,拿眼瞥了我一眼,摇摇头,画里画外都是我不安分的模样。 上辈子好像也是这样。 刚见到新爸爸,自己还很扭捏,加上冯正那笑不达眼底的模样,自己心中总是很恐惧。 在妈妈不注意的时候,冯正总是画里画外都是要自己听话,不然就让妈妈抛弃自己,现在才明白原来她的控制欲那么早就已经开始了。 冯正只要出去,就带吃的回来,还无奈地说,婷婷现在也是我女儿,总不能这么怕我,给小孩子买点东西,拉近关系。 一举一动总表现出我很难接近的模样。 后面上学,每次给钱,都会在所有邻居的面前说,现在她妈妈和我结婚了,我就是她的亲人,对女儿好总是没错的。 做这些也不求她报答我,只要她好好的就行。 她总说,只要婷婷过得好,就是让她死也行。 殊不知,这都是那个伪善变态的幌子。 只要想到她那副假惺惺装老好人的样子,就想吐。 精神破控制人,还真是卑鄙。 我当时心里听着这话,心里还很过意不去,总是想着长大了好报答她,好好孝顺她。 现在?呵呵,我不报答她一顿就算好的了。 手机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,大姑打来了电话。 又一个叫缩鬼来了。 接通电话,大姑泼辣的嗓音从电话那头传到了这边,刘美。 你什么意思? 在家里添置这么多东西,是想把逢挣的钱都败光吗? 看看你买的都是些什么东西? 自己不挣钱,还总逢挣的钱,真不知道我弟弟看上你什么了。 你的寡妇带着一个脱油瓶,电话那边的咒骂还没有结束,我一把抢过来手机,不顾妈妈的阻拦,对了一句,大姑,那浩浩是不是脱油瓶啊? 电话那边的声音一停,我在这边里冷笑。 大姑这辈子最害怕人体的两件事,一是自己跟人私奔,二是那个男人不要他了。 现在,他估计在那边发疯呢。 果不其然,三秒过后,那边开始暴走了,什么垃圾话都出来了。 好你个刘梅,你就是这么说我的。 你个锦号人民币百分号的寡妇,你个人民币百分号,锦号桑门星。 活该你死了前夫,就比这个样子,就不应该让你进门锦号人民币百分号人民币。 我淡定地把电话拿远了,开了工房。 我低着头,眼眶边红了,声音嘀嘀的,几乎哽咽。 妈妈,这就是冯叔叔的说的好日子吗? 为什么大姑说我是脱油瓶就可以,我就不能说浩浩啊? 是因为我们住在冯叔叔家里房子里面吗? 可是我们不也给了一半钱吗? 上辈子,大姑将妈妈的形象彻底给败坏了。 说什么乱花男人的钱,还住在冯正前妻的房子里,带着一个脱油瓶,孩子估计来路不明。 实际上就是看冯正老时才找的她,根本是不是安安生生过日子的。 等妈妈出车祸的时候,根本没有人为她的死而感到伤心,反而都安慰冯正,让她节哀。 这辈子,我要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。 刘梅,带着你家的小瓶独自滚出我弟弟家。 要不是我弟弟可怜你,你现在估计在街上要饭你呢? 还敢诬陷我们冯家花你的钱,简直不要脸。 就刘婷那个样子,以后也是一个破鞋。 这句话一出来,妈妈彻底生气了。 冯雅,我敬你是长辈,但你说话也太难听了。 婷婷说错了吗? 浩浩不也是你带着的,你凭什么这么说婷婷? 原来在你们冯家心里,我刘梅就是一个占便宜的女人。 今天,我真就把话撂在这里了,从今以后不要再叫我弟妹,有什么事情也不要叫我去帮忙。 那房子我也出了一半的钱,以后你冯雅就不用上门了。 我们家不欢迎你。 说完,妈妈直接把电话挂断,拉黑,一气呵成。 现在,在看大娘的脸色,颇有些害怕,估计是被我们娘俩给吓的。 这话,晚上就要传遍整个阵子了。 果不其然,回家后继妇罕见地没挂着笑,而是板着脸。 晚上吃饭的时候,没有一个人说话。 晚饭后,妹妹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玻璃杯,继妇发火了。 平常面带笑容,老实和蔼的人头一次显示出了她的愤怒,很可怕,也很猙獰。 她结实地手臂青筋凸起死死握着拼命挣扎的妓妹,控制着她的身体,一句句怒吼向极了惊雷。 妓妹被吓得像个鞍唇,直往我妈妈身后躲。 无法出声的喉咙只能大张着,一段段嘶哑声从她弱小的身体里发出来。 冯正,你干什么?孩子还小,惊得住你这么一巴掌吗? 刘梅,你不懂,她就是个孽障,给我找了多少的麻烦。 今天我非要教训教训她。 扭打声,劝架声,乌叶声,伴随着椅子倒地,碗块落地的声音,一片嘈杂。 最后是我拿着吃饭的碗敲在了冯正的头上,才制止了这场闹剧。 冯正的脑袋被我给砸了一个坑,妈妈只能陪着她去镇子上的医院包扎。 我和妓妹被留在家里面,收拾完一切之后,我带着家里的笑药箱上了楼。 扣扣扣。 没过几秒,房间里传来走路的声音,房门被打开了。 我隔着门,看妓妹的房间,心里满是不适。 一个小女孩的房间,被装修得这么暗沉,白天这边被光,根本晒不到阳光。 不知道为什么,总是在这边能闻见一股子潮湿的味道。 我皱眉,抬其手里的药箱,向她示好,表示自己没有恶意。 这辈子,我们还没有结仇,姐妹关系可以重新开始。 却不想,我刚把箱子露出来,妓妹就双眼睁大,惊恐看着我,伸手直接把箱子打掉。 里面的药品滚落一地,随即,砰,一声,房门直接被关上了。 我站在门外,看着紧闭的房门,心中疑惑。 为什么?这辈子我们才刚刚开始接触,为什么对我这么大的敌意? 妓妹是冯正前妻的孩子,比我小了三岁,明明应该是爱笑的年级,却总是低着头缩在房间里。 冯正和前妻都是正常人,却生出来一个哑巴。 镇子上的人说,自从她妈妈傻了之后,她就不会说话了,老人都说是被鬼眼住了。 前世的我一直沉浸自己的生活里,根本没有关注过自己的妓妹。 现在一想,整件事情都很诡异。 一个好端端的人,一夜之间变傻了,连孩子也哑巴了。 冯正身为丈夫和父亲居然能这么淡定。 听说冯正一直攒钱带妻子治疗,但是却从来没有带妓妹看过医生。 后来,前妻意外落水后,冯正也就停止了四处寻医的生活。 妓妹到了上学的年级,冯正却说害怕孩子被人欺负,留在身边最安全,间接拒绝妓妹上学的提议。 身边没有玩伴,不会说话,不会写字,完全就是被外界隔绝了。 平常家里边的父亲不会这么做,除非他是故意的。 故意让妓妹和外界断绝联系,害怕他说出些什么。 我猛地抬头,看着眼前的这扇门。 透过门,我仿佛看见了一个被迫抛弃,被人折磨的弱小身躯。 冯正就是为了掩盖些什么,才将人看得这么紧的。 暑假过去,我要开学了。 冯正的脑袋被我砸得留下了一道疤。 旁人问起来,他也是笑呵呵的,说是不小心摔了一跤。 这就是我给他的警示,我一直在,如果他再干做些什么,留下的可就不止是一道疤了。 我住校,平时就只能周六周天回家,每次回家,我都会给妓妹带一些小女孩的玩意儿,和她一起玩。 慢慢地,她也就和我熟悉了。 在外面独自相处的时间里,我会慢慢教她一些字,很简单,用于交流。 半年的时间慢慢过去,这个家发生了一些变化。 季妹和我的关系逐渐亲近,妈妈也在我的叮嘱下,开始自立。 而冯正,她最近总是很晚回家。 晚上十点,已经要睡觉的时间,冯正拖着沉重的醉不回来了。 她喝得醉醺醺的,一会到家就开始笑。 我都不知道她在兴奋些什么。 我瞥了一眼被她压在身下的妈妈,深吸一口气, 上去和妈妈一起把她抬进了房间。 有,有,了,有了,终于有了。 我强忍着不试,把人放在了床上。 房门外,妈妈带着擦脸的毛巾走了出来。 婷婷,你怎么还没回房间? 我扫了一眼房间内的情况。 脸色不佳,妈妈,叔叔一直说有了,什么有了? 妈妈笑了,拍拍我的头,当然是你叔叔喜欢的水仙花。 冯正这阵子一直都很喜欢养植物,家里面到处都是她逃回来的植物,放的那里都是。 最近,她一直想要养水仙。 可惜,跑了好几个花卉市场都没有她想要的品种。 妈妈,你没有那里不舒服吧? 我担心地问,上辈子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,妈妈的身体突然开始不舒服了。 刚开始还以为是累的,也没有重视,后来越来越严重,送医院的时候已经迟了。 妈妈笑了笑,捏捏我的小脸,宠腻道,我一天也没干什么,怎么会不舒服呢? 我把脸扭过一边,很不服气,又强调了一遍,你要是太累了就休息,这些花什么的也不用太上心了,身体最重要。 好,妈妈累了就歇歇。 不过这些花可是你叔叔的宝贝,妈妈可不敢不上心。 你看看你的黑眼圈,简直像是被这些花吸干了精气。 话一出口,周围死一般地寂静。 花?万一是花有问题呢? 越是这样想,大脑的血管像是要长裂开似的,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颤抖。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楼的,现在眼前全是上辈子妈妈躺在病床上的苍白模样,嘴唇干裂,每一次的呼吸都是痛。 我发了疯似的,开始搜索关于家里面花的信息。 凌晨三点半,我盯着手机上有毒的花,一种无意识的恐惧钻住了我的心。 才过去几分钟,我的额头湿淋淋的,眼眶干涩,双手瑟瑟发抖,整个人躲在被窝里大口喘气。 逢正,她居然敢这么明目张胆。 一品红,鱼美人,水仙花,万年轻,这哪里是家,明明就是一个有毒的魔窟。 想通了这中间的关联,我打了个寒战。 妈妈现在很危险,她每天都接触这些毒草,对身体的伤害不可估量。 还有鸡妹,她一定知道些什么。 我要弄清楚这一切。 又一星期过去,我带着鸡妹去了公园。 我又拿出我们经常玩的卡片,四处都是玩闹的小朋友,附近视野开阔,藏不住什么人,也就不怕缝证的监视了。 我慢慢把手中的卡片摆在鸡妹面前。 爸、杀、妈,三个字。 我死死盯着鸡妹的反应。 她白皙的小脸刷的一下,失去了血色。 只需要这一下,我就知道我猜对了。 半个小过去了。 我的心一次次接受着冲击。 真相总是令人沉默。 冯正一直都有眼中的控制欲,甚至在喝完酒之后会家暴。 姬妹的妈妈的就是因为受不了了,才会选择逃跑。 可很不巧,被突然回家的冯正抓住了。 她被人灌了一瓶子农药,人没死却变傻了。 为了掩人耳目,冯正便把人的脑袋砸了一个洞,对外宣称是摔傻了。 季妹当时还小,但是阴差阳错看见了全过程。 冯正为了不让人怀疑,每天晚上都会用柔软的布条堵住季妹的嘴巴,用布条勒住她的喉咙。 渐渐地,季妹便不能说话了。 等季妹稍微平静一下的时候,她突然拿出来一本日记,上面布满折痕,写的是冯正的名字。 我不解地顺着她的动作打开日记,目光在触及日记上的字时,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 这里面是我们的死法,冯正的前妻,死于逆亡,季妹,死于火烧,妈妈,死于中毒。 而我,上面写着车祸,这是我们的死亡日记,这些都是她写的吗? 季妹点点头,脆弱的眼神里满是恐惧,她简直不是人。 这么明目张胆地将日记拿出来,甚至放在妹妹身边,估计就是算准了没人能和哑巴交流。 我看看弱小的妹妹,听着楼下妈妈忙碌的声音,拿起笔狠狠将上面的字滑掉。 一笔一画在妹妹的手掌心写下了几个字。 在季妹的眼泪中,我们达成了合作。 这些天,冯正总是格外关心她的花。 我们的关系也在渐渐好转,没有从前那么剑拔弩张了。 邻居都说是她的关心起作用了。 我静静听着他们聊以后的生活,以后老了,有婷婷这么好的孩子孝顺,真是有福气啊。 冯正白白手,脸上笑意盎然。 以前是婷婷这孩子和你不太熟,你看看,现在不是挺好的吗? 就是可怜了孟孟那孩子。 你说说,那么漂亮,一个小姑娘怎么突然成了哑巴? 说话的大爷大娘没看见冯正突然变了的脸色,但是我已经看清楚了。 原来恶人也会害怕。 现在,我们家的关系托冯正的福,真真算是和睦了。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,现在可以行动了。 晚上回家的时候,我先是开始挑毛病。 男人总有一些好面子,我就凭借着自己年龄小,对着冯正的缺点说大实话。 叔叔,最近我妈妈好累啊,这些话要不然你分担一些吧。 我一边夹菜,一边毫无征兆提出来自己的要求。 冯正现在对我说这些话已经免疫了,毕竟这半年来我经常为妈妈发声。 她估计以为我心疼妈妈了。 当初她的借口是要出去工作,一天照顾不过来,但是现在妈妈也工作了,不再是每天都在家里,提出这种要求也是合理的。 我制止了妈妈替她解释的话。 饭桌上只剩下夹菜和咀嚼的声音。 叔叔,你不会说会爱妈妈的吗? 难道你想看到妈妈一直这么辛苦吗? 说着,我的声音又带上来哭腔,还不等我发大招,逢正就出声了。 婷婷,你误会叔叔了,叔叔在想办法呢? 这么多的花一个人照顾确实很辛苦,叔叔知道错了。 我心中冷笑,听着她苍白的辩解。 她可不是知道错了,她是舍不得自己好叔叔的形象。 其实,这件事情我已经想了好几天了,我觉得要不然你和妈妈一人负责一天,这样对你和妈妈都好。 每个人隔一天都可以休息,也不会太费神。 我强忍着恶心笑着说,为了达到效果,我只能打感情牌。 叔叔,妈妈和你结婚后,我们有了一个完整的家。 要是妈妈在家不工作,我就不说这话了,主要是她现在也要工作,而每天还要负责这么多的花,我看着心疼。 逢正的好叔叔形象在这时发挥了作用。 好,我答应你。 我朝她笑笑,给她加了一块最喜欢的可乐鸡翅。 妈妈也很欣慰,摸摸我的头。 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吃了一段晚饭,之后的一个星期,真的就如我所讲的那样,冯正和妈妈一人负责一天的花。 我周末回家看到她在给花浇水时,都无比希望她出一点意外,沾上花的毒液,直接一命呜呼。 可惜了,祸害一千年,她一直健健康康的,甚至有时候看她累了,季妹也是出来帮她的忙,让她轻松一点。 邻居大娘看到这一幕时,简直笑开了花,转着圈夸我和季妹,说我们孝顺。 又说我和妈妈是叔叔的福星,自从我们重组家庭之后,叔叔的脸上的笑就多了。 季妹心中清楚所有的真相,但是外人不知道。 连冯正都不敢相信,自己的女儿现在敢和自己亲近了。 为了保持自己的好名声,冯正总是在讲述自己之前的婚姻时泪流满面。 现在,妇女两个感情好的形象已经印在了所有人的心中。 大姑这一天突然上门了,原本想在家门口说我和妈妈的坏话。 不成想,却听到了自己的笑话。 一向好面子的人那里受得了这样的羞辱,直接在我们家门口吵起来了。 她很讨厌我们母女,结婚的时候就各种找我们的不痛快,但是奈何凭证要娶妈妈,她也拦不住。 上辈子总是在婚后来家里打秋风,甚至各种只是妈妈干活,把我们母女当作抢她弟弟的恶人。 那时候我真以为是她害怕自己弟弟被骗,现在看来就是小人心理。 自己就是一个寡妇,看不得别人幸福。 既然冯正自己出不了意外,那就增加一点点意外因素。 大姑就是最好的人选。 冯正和冯雅是亲姐弟,父母去世得早,姐弟两个关系还不错。 冯正回来的时候,看到的便是自己的花呗糟蹋的一团乱,到处都是碎掉的花瓶和渣子。 她的脸黑了,还不等她说话,大姑便从屋里面跑了出来,直接扑在了她怀里。 阿正啊,你要给我做主啊,她们母女两个欺负我一个人啊。 爸妈死的时候,说让我们相依为命,你要帮我呀。 她们母女居然像把我赶出去,这是我弟弟家里,我这个做姐姐的难道还不能来了吗? 大姑的声音很洪亮,不像是受了委屈的,倒像是欺负人的。 她这一嗓子猴得,左邻右舍全都出来了,一个个都站在门口看热闹。 我一看人差不多了,直接哭了出来,眼泪像断掉的珠子,一颗颗滚出来,砸到了地上。 叔叔,大姑说谎,明明是她想说妈妈的坏话,我才和她理论的。 这明明就是妈妈和叔叔的家,大姑却总是不吭不响地拿东西,还想要使唤妈妈。 大姑今天来,还想说妈妈的坏话,刚好被我给听见了。 不信你问李奶奶,大姑趴在继父怀里,差点被气晕过去。 我故意说,叔叔你以前说,对我和妈妈好不会都是假的吧? 邻居都看着,冯正皱着眉小声呵斥,别乱说。 叔叔我就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和妈妈好的,你好好说说大姑吧,她这样做人是不对的。 不吭不响地拿东西是偷,背后抹黑别人是诬陷,都是要坐牢的。 冯正皱着眉,推了推趴在身上的冯雅,说,姐,要不然我们进屋里说。 大姑不干,直接松开手,在门口又骂了起来。 好你的别犊子,你是不是忘了我是谁,我可是你姐。 你居然不向着我,是不是这个老狐狸经勾走了你的魂,我就知道他们娘俩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一天天搞这些名堂,还想把我赶走。 不可能,门都没有。 这个家是我弟弟的就是物的,一天天竟折腾一些有的没的,这些花是不是他要买的? 我让你买,让你乱花钱。 冯雅疯了一样,跑进去将花拿出来,摔在门外。 一盆盆花就这样碎在了门口。 冯正的脸色越来越难看,眼看着没剩几盆好的了,想上去制止, 却不成想被冯雅扔的花盆砸了个正着。 鲜血慢慢顺着她的头流下来,一滴一滴滴在地上,周围人都愣了。 我趁机赶紧上去阻止大姑,妈妈叫来了救护车。 在拉扯当中,我悄悄将那那盆碎掉的余美人踢到了旁边。 大姑,叔叔好像要晕了。 我尖叫着,一脸着急。 冯雅从刚才的疯癫中迷瞪过来,一把推开我,爬着到了冯正的面前。 正啊,你被吓我,姐不是故意的,你千万别出事啊。 我站在一旁,亲眼看着冯雅将有毒的余美人之夜沾到了冯正的嘴唇边,她甚至可笑地来回妈撒着。 救护车很快就到了。 经过一星期的治疗,冯正头上的伤导是好了,但是因为中枢神经中毒,成了傻子。 一时间,镇子上的人都在议论这场闹局。 冯雅当天看情况不对,就跑了,现在成了警局的通缉犯。 现在全家的重任都落到了妈妈肩上,她每天都要上班,我要上学,照顾冯正的事情就要季妹来了。 周六周日,我会和季妹一起把冯正推到公园,推到河边,推到镇上,一起出去走走。 停停,又和妹妹出去啊。 我笑着点点头,回到,对啊,天气好,正好让叔叔也晒晒阳光。 好好好,真是有孝心啊。 我毫不心虚收下称赞,上辈子冯正拿着我们的痛苦搏鸣声,连样子都不愿做一下。 每一次的死亡都为她的好鸣声加冕。 这一次,我一定会让她鸣声扫地。 哎呀,饿了,冯正颤颤巍巍指着前方,我装作没听见的样子。 在斜坡上,她越是挣扎,轮椅越会移动。 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,冯正已经跌下河了。 我和季妹都不会游泳,只能在河旁边拿着一根棍子,去捞她。 可惜她太沉了,轮椅被我拖着拖到了岸边。 我用一根绳拴在她身上,另一边扯到了旁边的树上,让妹妹在旁边看着,我去找人。 等我们回去的时候,已经天黑了。 看着施灵灵的继父和姐妹两个,母亲发了脾气。 你是怎么回事? 妹妹不懂事,年纪小,你做姐姐的不知道要看着点吗? 你看看这身上搞得,这么冷的天,要是被冻出个好歹来,我怎么跟你叔叔交代? 别人看到了会怎么说? 会戳着你的脊梁鼓骂你,白眼狼芝不知道。 妈妈一句句的指责让我有些恼火,不断抿着唇,咬着嘴里的唇肉。 再一句,只要一句,我就要忍不住了。 忽然,周围的声音一下子静了下来。 我不明所以地抬头,被妈妈抱了个满怀。 还是熟悉的味道,淡淡的薰衣草洗衣液的味道混杂着冬日的阳光,内心的委屈喷涌而出,眼泪浸湿了妈妈的肩膀。 婷婷,妈妈不是故意这么凶你,你是个姑娘家,名声要是不好,以后会被人戳着几两鼓骂一辈子的。 妈妈干燥粗糙的手掌,一下一下捋着我的头发,每一次的落下,都填满了我的恐惧与不安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们家的生活好似回到了正轨。 妈妈的身体虽然偶尔出现一点小毛病,但大体上还是健康的。 季妹也去了特殊学校,现在已经可以用简单的手语和人交流了。 而我,上辈子那个阴郁的夏天也要过去了。 闷热的总是很让人发困,院子里静悄悄的,摇椅一下一下摆着,晃得我发昏。 呼,呼,你到底要说什么? 我双手撑着轮椅,在泥泞的小道上艰难跟着。 季妹用绳子绑着自己,将轮椅拴在身上,一句话没有,带着我一直往前走。 你到底要干什么? 我实在受不了了,漆黑寂静的夜晚,蚊虫的叮咬,还有自己瘫痪的下肢。 我重重拉扯着拴在轮椅上的绳子,面前的季妹被我扯到了地上。 它摔在了草丛里,我下意识就要去接,却被轮椅限制住了行动。 我讽刺看着自己的双腿,衣衫已经沾上了绿色的枝叶,我自嘲道,真搞不懂,你要干什么? 难道就是为了看我这个废物的笑话吗? 我知道你看不惯我,愿我抢走了你的父爱,可是我也不想啊。 要不是失去了妈妈,我怎么会落到让毫无亲缘的继父来照顾的下场? 你不高兴?你以为我愿意啊? 我像个疯子一样,将自己瘫痪以后内心所有的委屈、愤懑、不平等一股脑全给了不会说话的季妹。 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,我自嘲着,发泄着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季妹动了洞摔道的手臂,又开始拉着我前进。 我任由她的动作,两个人默默走了一段时间。 一个哑巴,一个残废,漆黑的小路,简直是可笑。 后半夜,下起了小雨,微弱的灯光照着我们要走的路。 雨滴打在自己身上,淋湿了两人的衣衫。 即便得下肢被打湿的裤脚显现出来,我脸色凝重。 就在我已经爆发的时候,季妹将身上一直穿着的外套披在我的腿上。 一瞬间,眼眶红了。 还不等我有所表示,就被季妹手臂处的红痕吓住了。 我拿着灯从脸照到下身,只要裸露的地方都有红痕。 脖子、手臂,一道道红痕交错,有的甚至渗出了血丝,粘在了衣服上。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身上能有这么多伤痕。 季妹挣扎着,将手从我眼前拿走,转身就要走。 我神情凝重,默默跟在身后。 是不是她做的? 季妹的身子正住,她的身体反应说明了一切。 她对你做了什么? 你带我走这么长时间,是不是和她有关? 你是不是知道她的秘密? 一句句询问,都陷入了沉默。 可我知道,从我看到季妹身上的伤痕起,所有的一切都回不去了。 冯正,这个面扇,老好人的继父形象已经完全坍塌了。 我要知道这一切的真相。 我知道你肯定有秘密,你告诉我,我帮你好不好。 不能说,你可以用画的。 我可以猜,猜对了,你就点点头,好不好。 上辈子那个又冷又黑的夜晚频繁闯入我的梦中,这一次太过真实了。 我挣扎着,想醒过来,总找不到出口。 我在梦中和那个手里沾了三条人命的畜生打斗,每一次都下了死径。 去死吧。 猛一下,我从摇椅上坐了起来,额头上满是冷汗。 毫无知觉的下肢甚至有种,这是上辈子的错觉。 我看着面前盛开的花,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慢慢缓解。 这一觉睡得,真是够久。 马上要吃晚饭了,蒸一个米饭。 妈妈,晚上吃米饭,炒个西葫芦怎么样? 还能再调一盘黄瓜? 好,我知道了,我一边摆弄着面前的花,一边给妈妈打电话安排晚上的饭。 砰,一声俱响,我扭头看看院子,没有任何东西。 好的,等会儿我去接一下。 嗯,好好,讲完电话,我拐进厨房准备晚饭。 突然,一阵阴凉的视线从背后射来,我定在那里看了三秒,没任何动静。 蒸上米,备好菜,走进屋里拿上钥匙,准备去接妓妹。 晚上八点多,妈妈才回来。 简单吃了一点之后,一家人准备各自回房间了。 这时候,我才发现了一点不对劲。 屋子里有一股而奇怪的味道,像是什么烧焦了。 虽然是夏天,可晚上还是很凉爽的,今天怎么有点闷闷的热感。 我寻着味儿走到了院里,那里已经烧起来了。 妈妈快出去,起火了。 妈妈,起火了。 我一边叫着,一边跑进净妹的房间,把人拉出来。 火势很快就烧起来了,妈妈慌忙穿上衣服。 一脸着急,找不到你叔叔了怎么办。 我望着那一片越来越大的火,心中的恨意达到了顶峰。 下午那道视线,那声巨响,那股奇怪的味道,那个畜生清醒了。 居然想把我们全都烧死。 我连推带扯将两个人推到了门外。 周围的居民兜兜聚集在路上,议论着。 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忙。 火势很大,房子很多木质家具,整个一层已经被浓烟笼罩。 我和妈妈妹妹被枪到一直咳嗽,热浪一鼓一鼓涌上来。 妈妈放下妹妹,想要进去找逢阵。 我拉着妹妹,另一只手死死按住妈妈的手,在她说了一句话。 妈妈,我已经死过一次了,里面的人就是凶手。 妈妈震惊地看着我,我点点头。 她又转头看着妓妹,从我们两个的眼睛里,她接受了现实。 妈妈,我们在这里等人来。 妈妈恍惚地点点头,我看着眼前的越发壮大的火苗,内心在笑。 冯正,这是你自己选的结局。 半年后,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回老家过年。 雪白的村庄里,一户吹烟缓缓升起。 这是我们新的一年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。